咱们继续来看第二场是吧 还是这个力天机对战一个普陀是吧 应该也是一个咒识普陀 对面的一个咒识普陀直接变了一把这个感知的一个看片 感觉变感知的话应该作用不大是吧 变感知的话你也就是说 这个轻易轻易生的一个宝宝 但是普陀山的一个轻宝宝的能力的话 该过不说该老不老的是吧 稍微有点弱是吧 哎呦但是把对面的一个宝变成野猪之后 这个野猪的一个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吧 哎呦对面还是一头肉猪 最大方的一个普陀也是现在这个排位上非常出名的一个咒识普陀是吧 就是咒识普陀打这种比较温和一点的一个物理们他还是非常占优势的啊 你该说不说该老不老的 换的话也就是直接开通了一个小飞机 因为伤害的话说实话有点挂杀 但是他可以触发一个变身是吧 这两方还是陷着召唤直接拉了一把顺房的一个虚拟哎呦 伤害确实是非常暴力啊 开会的一个高级一致 哎呦直接崩掉了观众方的两个宝宝这样的话直接把观众方给陷入了一个这个不利的一个境地是吧 观众方也是拉出了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宝宝应该是一个隐身的一个高连 但是对面的一头野猪直接狗飞 现在双方的一个局势也是非常的娇琢哈 确实像是鼓活的话他非常适合打这种是吧 很温柔的一点的一个比赛 这两方还是靠紧箍哈 确实这个紧箍咒的话 当然说实话是一个神技是吧 但是其实宝宝这方面的话 不是很强 因为紧箍咒的话 他是紧这种内伤哈 对于宝宝而言 他是没有内伤的 而且宝宝的话有高级吸血 还有神诱呀神技这种非常克制这个 嗯 紧箍咒的一个技能是吧 就让你把鼻子给了后排的一个虚拟宝 看一看虚拟宝的一个输出 没有看懂啊 架了一把鼻子怎么自己架了一个卡了一个打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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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观察方在一个123开始神类啊是吧 这样的话观察方还是稳住了一把控制方攻 这一把控制 对面的一个宝宝是百分百飞掉的哈 除非就是说靠近谁用 那没有吧是吧 哎呦 是啊 哎呦 是啊 哎呦 他人 哎呦 哎呦 第十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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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回合